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而用 现在这里圆桌上有很多点 那我们要连选 选当然要尽可能多 但是又要满足一条选 顶多被其中一条切过 不会被两条切 我们先从数字小的来研究一下 例如说现在如果有六个点 当然外围这边都可以连 连完之后里面我们想要连最多 我们现在先构造一个方法来看看 这样子我们总共连出几条 我们从这四点来看 这四个点它其实有旁边四个再加两个 所以总共六条 接下来我们再变成六个点的时候 再多两个点 它这里可以加三条 再加一个叉叉 所以六个点的时候 这边就会有十一条 这边是加五 如果再加七个点 我会加两条 再加八个点 除了这两条之外 我可以再多一个交叉旋 所以八个的时候 这边会加五 这样子就是这个十六 如果这样子一直加五下去 我们的推测就是N个点的时候 而且是偶数的 这样子就会变成什么 二分之五 N加上五 当然N要是一个偶数的 接下来我们想要论盛 这个是最多的方法 对于原本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用递回的方式 把这大问题换成小问题 就是说这个图形 它里面如果有这不相交权 我就可以把图形切成两个部分 左边去算一算 右边去算一算 今天如果是一个最多选的交法 我现在想要找到这里的切刀 而且我论 我说 这个的其中一侧 它已经没有更小的 不相交权分割出来的 也就是这一侧里面的选 一定都相交 而且要满足切最多 好 那我要论述 不可能多于五边形 如果今天有多于五边形 我们来论述一下 这个连 如果这里什么 没有连线 那我这样子这里就要连 因为要连最多旋 好 这样子连起来 我们就会什么 得到一个更小的什么 这个区域 现在是三边形 但我们刚说 这条旋切出来 这是一个最小的不相交权区域 但这里得到更小了 所以矛盾 因此这条边一定要连 好 连完之后 这条边也要连 因为这条边是相交权 但是因为我们进来这个区域 也是要尽可能的多 所以它就会把这条边连起来 一旦连起来 我又得到一个更小的不相交权区域 就不能连 那你也不能连其他的边 因为这样子呢 这条线就被两个旋相交了 所以我们就得正了 今天呢 如果连最多 那你今天不相交权区域 切磕出来这块呢 要嘛就是剩下四边 要嘛剩下三边 好 那四边呢 就可以仿照刚才的方式 增加两个点 画一个差 就是每次加五 好 那如果三个点呢 我们就是 它可以再下一次 再加三个边 就是两次之后也是加五 好 因此 现在六十四个点 它是一个偶数 所以最多选的个数呢 就是这个区域 好 那对于这道题 我觉得重要的 还是一个递回的思维 好 就是对于复杂的问题呢 我们把它拆成这个小部分 对 好 然后呢 你要今天要论述这个递回正确 这边就是还要再做一个这个假设 就是利用呢 最小的不相交权分割的区域 来去讨论 一定只能是剩下四边 或者是三边的这个情况